陈武 姐 你看 俺可以带啥来了 姐 这一袋是酸菜 这一袋是棒子面和鲜肉 你要是还缺啥就跟你说 陈武 吃饭了吗 还没呢 走 一块吃吧 来 陈武 吃啊 嗯 姐 安哥已经成亲了 他有媳妇了 他 川武 我是你姐 姐 你去别装糊涂了 俺现在是大人了 从今山场子起 俺就没把你当姐 在山场子 要不是你救了俺 俺早就没命了 俺这半条命是你给的 这辈子除了你俺谁都不去 你 你倒是说话呀 不行 咋不行了 不行就是不行 这个不行哪不行的 到底为啥 川武 我知道 我都知道 你是个好弟弟 可我怎么能嫁给你呢 咋就不能嫁给俺了 我的事你不知道 就是天塌下来 我也不能嫁给你 我嫁过人 这俺知道 就为这个 俺不在乎 姐 姐 俺不嫌弃你 俺真的不嫌弃你 你别说了 有些事你根本就不知道 除了我没有人知道 我从张道虎家逃出来之后 我又进了戏班子 为了救我师父 我让恶霸给糟蹋了 从那以后 我一直都嫌弃我自己 你可能真的不嫌弃我 可是这事如果传出去 让你爹你娘知道 他们怎么可能受得了呢 不 这不是你的错 天不嫌地不嫌 俺哥不嫌你 你个畜生 怪不得天天往林子里跑 我根本打死你我 爹 爹 你听话说爹 爹 我来听你做钱吧 爹 我来听你做钱吧 你畜生 大叔 大哥已经成功了 畜生我的命 把我都给你了 爹 爹 爹 他要举的 爹 你知道就不让 大叔 大叔 你别打了 你替我摔完再打还不行吗 你替我摔完再打还不行吗 大叔 我跟传闻哥的缘分断了 早再来关东的道上就断了 我卖身嫁过人 当过戏子 又给恶霸糟蹋过 在别人眼里 我是个贱女人 我卖身嫁过人 我早就没脸见你们家人了 我来元宝镇也是被逼无奈 都是老天爷的安排 我本来想躲着你们 也本来可以躲得过去 可我的心躲不过去呀 不管咋说 我跟传闻哥 是你跟我爹给定的亲 我心里一直放不下他 我就是想看他一眼 看他好好的成亲了 我就放心了 我没求别的 我们哪知道啊 你对传闻儿有恩哪 为他受了那么大委屈 对传闻儿她 你还没求过 还没求过 第四位 不许多人 已并非练习 我们不许多人 陈千玉 打碎的 你能想到 打得不信 他们就万一 但是 你化ства 这回很多人 我也不愿传闻歌 我就愿命 我没有和传闻歌 做夫妻的命 那你和传舞 大叔 你听我说 我一直把传闻 当弟弟看 那一年 老天爷安排 我们俩在山场子相遇 大叔你是知道的 能从山场子里 滚出一条人命容易吗 那时候 我们俩相依为命 他护着我 我护着他 根本就没想别的 后来临分手的时候 他让我到元宝镇 等传闻歌 我没答应 可谁想到 事情今天会这样呢 传舞跟我说 他说我是因为 旧传闻歌 才落到今天这步 他说老朱就不会 扔下我不管 他要娶我 让我这辈子 都有个着落 可我一直也没应成了 孩子 这事可不能应成 不管你和传闻 成为成亲 你和传舞 毕竟差半步 就是疏扫温心 你说这要传出去 人家会怎么说 不过您放心 大叔不会扔下你不管 到那儿一会儿 我去ー